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为了满足108学年度推动新课纲所需弹性运用实资的人力需求,教育部提高一班地区国中美班教师原额编制至2.2人。 不过,台南市教育局认为经费有困难,还得再行研议教育部本月6日修正发布国民小学与国民中学班级编制及教职员原额编制准则,从1981年以来规定国中美班教师原额编制为两人,提升至2.2人。 不过,市议员林仪锦今天于议会质询教育局长陈修平,为何台南并未跟进这项政策? 台南应率先呼应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政策才对,陈修平解释,这项政策是以一般性补助款的方式补助,补助条件为市库支出大于收入,但在市府严守财政纪律的情况下,无法得到中央补助款, 尤其预估增加的237名教师原额,得自筹1.7亿元,如此将大量增加市府财政支出,进而排挤其他教育预算,所以还给审慎言以因应措施。 此外,教育部发布修正的时间为7月上旬,为考量地方政府教师原额编制及调动作业期程,造成各县市作业困难。